9月20号 越南共产党第13届中央委员会第10次全体会议 在首都河内落下帷幕 越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苏林主持会议 会议确定 胜利完成越共十三大决议 是2025年全党全民全军的最高奋斗目标 并将以最高的决心 最大的努力 强有力的措施 且具有针对性 调动一切资源 努力实现 甚至超越既定目标 苏林在会议上明确提出 中央要求整个政治体系下定决心 采取强有力的措施 以圆满完成中央确定的2025年经济社会发展任务 在确保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 做好环境保护和社会保障 确保人民生活稳定 特别是第三号台风摩羯重灾区 坚决确保国防安全 提高对外交往工作的时效 不断提升越南国际地位 为地区和世界和平与稳定做出贡献 苏林强调 要大力推进越南社会主义建设 坚持以经济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为中心 推进三大战略突破口 党建是关键 文化建设是基础 将加强国防安全 促进对外交往和融入国际 是为经常性的重要任务 加快构建与新制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 维护独立性和自主权 坚持独立自主 多边化 多样化的外交政策 促进文化和人类发展等 苏林要求进行实践总结 明确国家治理和地方治理 市场经济中运行 管理 发展治理机制的同步性 管理思维与发展思维的关系 推进工业化 现代化的内涵 方法 途径等